OK,第十题呢,它要我们sure that 4m加e加4m-e-4m is divisible by 13 Divisible by 13就是可以被删除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of m 它要我们证明说这个东西可以被删除 所以如果要证明这个东西可以被删除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乘法 要变成乘法的话,我们可以这样做 4m加1加上4m-1 再减掉4m 那么刚刚上个影片也是第九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知道,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个4m加1 变成4m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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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m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三组呢 那我们发现这三组呢,它们都有一个common factor 它们都有一个common factor 4m的 OK,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common factor,也就是4m 抽取出来 OK 然后呢,第二个commonошige 。 之后就��를 sells하1 升下4m加4 e 这个4m加4m加5m加4m加4m加4m加1 3m加4m加4m加4. 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 来帮我们做一个运算 也是4加1四分之1 再减1的话 我们会得到4分之13 OK 这的话是4m乘13除4 因为这个两个都是4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4m除4 那么这个4的话就是power1 所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simplify 变成13乘4m-1 透过这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三个相加的东西 变成一个乘法 就是13乘4m-1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乘法 是13乘上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13的乘法 很明显它就一定可以被删除 而这个东西是由这个变来的 既然这个东西可以被删除的话 这个也可以被删除 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会这样讲咯 所以呢这个expression 4m加1加上4m-1 再减掉4m-1 再减掉4m-1